民进党没招了吗?接着打恐吓牌吗? 这是来绿在国会改革法案的战场后 下一个战场会是什么呢? 将是财政修制划分法的修法 那民进党连续两天都制作了图卡来批评 中央政府2024年总预算大约两兆八千亿元 蓝白领首的自飞财化法的修法 居然要增加大约一兆五千亿元 认为恐怕拖垮国家财政 而且包含育儿津贴、学费补助、租屋补助、长照补助 恐怕都将因为地方政府挖分多数的预算 没有办法来做一个发放 不过呢,另外我们来关心 其实这回民进党真的上上下下动起来 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民 在丹午节拜访前总统蔡英文 事后他发文透露说 蔡英文前总统有三点指示 第一点,其中一项就是呼吁党内同志 不分派系要坚定支持总统赖清德的领导 不过后来这段文字被悄悄的修改删除了 时事评论员的黄洋明就分析这恐怕是因为 柯总就要把蔡前总统意思给解读错了 又不小心被卷入了英德两个人之间的斗争 才不得不临时修改文章 我没有看过老柯的发文有这样修改过的 而且他修改的居然是蔡英文的转述喔 那只有一个人可以要求老柯修就是蔡英文 而且他后面还有那个预盖弥彰 就重新再发的时候那个里面解释了很多 没有还有另外一个叫赖清德 但是因为因为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他修了蔡英文知道 可是蔡英文没有叫他修 哇那也是 哇那也是难看喔 可是你要知道你去比对看那个修改钱 修改钱是老柯 我讲那个才叫老柯的人设 呼吁大家我们全力支持党中央 全力支持赖清德 全党blah blah blah 配合卓隆泰院长 这个就是这个才是柯建民的人设 他是不分派系 他就是所谓的保皇党 他是永远的这个总统的好朋友 可是这个这就这段我认为 其实我的研判是赖清德不喜欢蔡英文讲这一段 他可能有去问说蔡英文真的这样讲吗 然后也许老柯现在有点心虚 我觉得老柯有点夸大蔡英文的说辞 我认为这三句 我认为这三段是 柯建民自己解读蔡英文的意思 所以实际上蔡英文应该不是用这三句话 现在的阴系里面有很多人 对赖清德还是很有意见的 其实你可以从最近台北市党部的人士 你就看得出来一些端倪 阴系的人全部全部回魂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老柯也卷入了所谓的阴德的后续效应里面 才逼得他被我得不修嘛 国会改革法案在立法院昨天收到总统府和可行政院复议案 立法必须在15天之内 15号之内来议决 否则语言决议失效 不过来看是前立委郭正亮分析 蓝白不可能让民进党变更一程 这件事情应该就是过场过个场而已 而他也点出一个关键日期 就是明年的2月1号 民进党会启动爆免 锁定目标就是蓝营立委业元支 如果这回成功的话 蓝绿立委席次将翻转 变成绿营52席多于蓝营的51席 我认为这个表决一定是公告的啦 不可能偷偷啦 因为你要变更议程你要多数啊 那蓝白不可能让民进党变更议程的啦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就是过场而已啦 不会过啦 就复议被否决嘛就这样啊 那左龙泰就选择接受 然后接下来就视线 因为本来他们的重头戏就不是要摆在 行政院复议案的表决啊 明明就是在视线不是吗 视线是后面啦 那所以赖兴德为什么要讲 赖兴德是怎么样 仇恨值上头了是吗 不是他要怎样 是左龙泰提复议要总统批啦 那假白是总统也卷进来了嘛 事实上总统可以提复议 行政院也可以提复议 那这件事情明明就是行政院提复议嘛 你赖兴德可以不要讲话 结果他变成双表态 对 你懂我意思 变成总统也要提供你 对 那其实 他其实只要和可就好啦 我知道他可以不用表态 对啊 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 就是我们就会推论就是民进党就是要用这个议题打到底嘛 结束之后我们 柯建平就去提视线案 对 那视线案这个案子最快三个月 嗯 最快 嗯 那我认为不会他酬惨啦 不会这么快啦 嗯 他可能给你拖到12月 或者是1月 好久哦 我跟你讲为什么 哦 他要拖到下个会期过 然后在会期结束的时候再把视线结果告诉你 那就要拖到1月 是啊 嗯 是啊 那1月之后2月1号就启动罢免 所以我跟你讲视线过程也就是群众造势的过程 他不会停的 他不会停的 嗯 那到了视线结果一出来 假设有部分条文违线嘛 嗯 那他就开始追究 玩是玩这个剧本 当然是啊 啊难怪你一直在讲什么2月1号 2月1号就是可以罢免啊 对啊我知道 那锁定的目标 No.1就是业人之游 对 为什么你知道 嗯 因为现在是52比51 嗯 如果 但凡拉下了一两期 只有这一期有可能 其他都不可能 好朋友们 你也有睡眠困扰吗 推荐您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 帮助您睡得好 美丽更加分 即日起至6月30日 三入组限量送随行果汁机一入 送完为止 更可搭配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消费满千就送百 最高回馈618元 现在买最划算 再加100元就能够超值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购物经验吧 感谢观看 转发 回资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